只要弄到手指 谁都能轻易回到青少年时期 最近在TikTok上 这款回春滤镜引发话题 另外这款AI几时美元滤镜 让人一秒变身超模 拥有完美无瑕的脸蛋 新款美颜滤镜自然贴合脸部 就算在镜头前挥手摸脸都不影响 TikTok网友叽叹效果神乎奇迹 但也有部分批评太超过 有人留言问题是看到美机过了自己 相信自己就是这么美 反倒厌恶自己的真实脸孔 尽管其他社群软体 像是Snapchat和Instagram 多年来也不断提供多种滤镜 但这些新的TikTok滤镜 让人更担忧 对青少年和成人造成的心理影响 许多家长都担心摄取媒体 对孩子的影响 美国公共卫生署长墨西认为 大多数网站让年轻人过早加入 与此同时 美国心理学会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在短短几周内将社群媒体使用量减半 显著改善 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身体意向 家长该如何管理孩子使用社群 专家建议 首先是积极参与 接着是与孩子沟通 不止青少年需要克制使用社群媒体 成人也经常被手机绑架 划不完的脸书 回不完的讯息 难道不觉得累吗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85%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每天都在线上 超过三成美国人表示 他们几乎一直在线 调查也指出 8到18岁的孩子 平均每天在萤幕前 花费7.5小时在娱乐用途 专家建议 花点时间让自己远离社群不上网 去散步煮饭都好 大人们也需要自律 告诉自己使用手机适可而止 以免影响身心健康 TBS新闻综合报道 Undoable Undoable